做得最成功的一次丸子 一点都没散 口感特Q弹 昨晚 一家人聚餐 这个汤一上桌 你一勺我一小碗的 瞬间被大家瓜分完毕 准备原料冬瓜猪肉 前槽肉 要带点肥肉一块 瘦牛肉一块 松姜蟹脆加点清水 净好一会 做成葱姜水 猪肉牛肉洗净蟹小块 放入脆肉精里 搅打成肉泥 加入一大匙蚝油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加入13香生抽 顺着一个方向搅匀 一点点加入葱姜水 棕姜舍去不用 烟加边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肉馅 肉馅调至顺滑还不算完 要抓起肉团 反复往盆里摔打 开始时会有些散团 越摔打 肉馅越爆团 直到肉馅静电变得堅实 这时肉馅才真正上进 锅烧热 加一点清淡的植物油 少加一点点就够用 爆香葱姜 加入清水 水开后调到最小火 保持锅边缘水微微起泡即可 拿一个小勺子 蘸上凉水 舀一勺肉馅集成一个肉丸子 精心下到水中 每次舀肉馅之前都先把勺子沾下凉水 这样可以保证勺子不拧肉馅 做好的丸子也光滑 肉丸全部做好后 火力调大些 中火就够了 将汤汁烧开 贴去浮沫 带肉丸浮起 加入去皮去瘾切片的冬瓜 煮至冬瓜成半透明状关火 撒一点点胡椒粉 出锅 做好的汤剩出 加点香菜叶点缀一下 加点香菜叶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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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点香菜叶点缀